冬天的天气啊又冷又干 我相信不少人都会擦护唇膏 那个擦完呢 嘴巴是油油亮亮的 感觉起来像是多了一层保护膜 但是萧姬惠就迟疑 多款市售护唇膏当中 都含有张脑 或者是本分等刺激性的物质 虽然都是合法的添加物 但是涂在嘴唇上 你很有可能会吃下肚的 难保不会危害身体健康 能让嘴唇滋润有光泽 还有淡淡的颜色 爱美的民众为了拥有水润的双唇 常会在嘴唇上涂抹护唇膏 但有这种习惯的消费者要小心了 萧姬惠抽查市售的护唇膏 发现当中含有刺激性成分 恐怕会危害健康 张脑有神经毒性少量使用 也可能导致心跳加速血管扩张 然后皮肤嘲红以及呼吸变缓 像这款标榜清凉感受的护唇膏 含有脏脑 残痘症患者使用后 可能会引起溶血反应 另一款护唇膏则是有本分成分 对皮肤和黏膜有腐蚀作用 而护唇膏当中也常添加人工香料 增加香气 民众使用容易造成过敏 医生建议民众尽量选购无色无味的护唇膏 嘴唇受伤时也不建议涂抹抹护唇膏 否则当心护唇不成反过敏 UDN TV 陈婷瑜 周思瑜 台北报导 要��忘记 随了 桂